主要就是进阶控制项里面我们这章节里面会讲到几个这个calendar 就是利用这个控制项我们可以取得那个日期日期的部分 那这边那calendar有个自动格式化 因为这个控制项等于就是说呢 你可以不需要去设定太多 他有几个控制这个这个格式 可以让你去挑选 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用到的比如说像 这个叫request field 这个一个控这个去验证的一个控制项 那这个部分的话以往我们要去判断说呢 某一个栏位里面到底有没有填资料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写javascript 不过呢写javascript不是每个人都都都会熟悉javascript语法 所以呢在这个控制项 他是server端自动让你产生javascript语法 然后丢到团团端让你去执行 所以如果这个栏位里面没有填资料 他会跳出一些讯息出来 或者是compare 就是说他会去比较 比较说到底两边的资料一不一样 或者是这个range 哪个范围 然后的规则运算式等等的 相关的这一些控制项 那主要就是帮助各位 以往你要写很多程式写clive端程式的部分呢 现在都不需要了他自动就会帮我们做验证 那还有所谓的多重验证控制项 然后另外就是后面两个是档案的上传 那当然一般当然需求蛮多的比如说档案的怎么样把它传到server端 像比如说你要冲洗照片 那你照片怎么样把它传到server端 到时候才可以帮你做冲洗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你一张一张传其实会很慢 那当然这边有讲到单一档案的上传跟多个档案的上传 那甚至的话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 当然我们在那个SP.NET里面没有提供所谓的拖曳上传 那这部分的控制项呢 如果里面没有你可能就是要去网络上找 那网络上的控制项里面当然也有分成免费的跟付费的 你可以借由就是说拖拉放就可以直接传到这个云端上面去的话 那这部分呢 当然你可能要找一下 他上一档案的童就问到说 有关报表的部分吗 其实报表的部分呢 如果他本身里面没提供的话 那以往我们通常会去找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 国外有没有 大部分其实都还要付费 就是说有没有检疫版的那个就是report 比如说像比较有名像什么 那个老牌像crash report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crash report 他也有这个ASP.NET的这种控制项 那你就是要去购买他的license 然后呢挂在你的server端 就可以达到这个report的作用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要额外再去加进来 那他提供的部分呢就是一些 比较其实说是他提供的有些那个控制项都比较阳村 所以多半呢如果是把你